中華三宗 憲作聲憲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經歷過戰艦 願望台灣明明 生死奉的大愛心 願望台灣正好 世界真好明 文員禪師以及楊院長 在場的各位大德 善眾 我很榮幸能夠應邀到這裡來報告 鬼谷子跟道教的關係 因為接著下來我必須要控制電腦 同時也被電腦控制 最好的方法是坐下來才能夠處理 所以接下來我就坐下來報告 一個偉大的思想 他必須要有高超的理論 然後他還必須要 能夠被大家 比較方便的來使用 也就是說一個思想 他必須具備 理論跟應用 也就是說理論 我們如果稱他為學 那麼應用就是數 鬼谷子的思想也是如此 鬼谷子這本書裡面 我們看到他的百合篇 看到他的本經音符 其實他就是他的理論基礎 然後他各章向他的緩印 向他的徽簽 向他的揣摩 這些呢 是他的術 是他的應用 因此鬼谷子這本書 他有很好的理論 也有很方便的一個運用 結合理論跟運用 就形成了鬼谷子的思想跟文化 那麼鬼谷子這個 這本書他的理論的方便 他跟義經跟老子跟皇帝殷福經 都很密切的關係 那麼義經老子以及皇帝殷福經 他都是道教 跟道教有深厚的淵源 因此呢鬼谷子 他不管他的思想 不管他的信仰 那麼他在漢代的時候 就已經變成被神仙化 然後漢代的時候 已經有出現的鬼谷子經 鬼谷子經 這是一本我們現在看到 應該是最早的鬼谷子經 可是這本經書沒有流傳下來 那漢代西漢時候的東方書 他的十週記裡面記載說 這個在秦始皇時代 有人看到一個現象 說有一隻鳥 掀著一個草 然後死的人可以互生 因此秦始皇派人去問這個鬼谷子 鬼谷子告訴他說 這種仙草只有出現在海外的山島石桌 因此秦始皇為了得到這個不死的仙草 他就派了這個徐湖到海上去求仙 也就是說在漢代的人看來 在秦始皇的求仙 求不死 他派徐湖前去 徐湖是個道士 那麼他這個姻緣呢 就是出自於這個鬼谷子 那除了漢代已經把鬼谷子當成神仙以外 那這個鬼谷子的老師漢末正寅 他是一個道士 也是一個大儒者 他的說唱非常多的道教經典 那鬼谷子 葛宏在豹夫子俠郎篇裡面 就記載鬼谷經 所以這本經應該可以確定是漢代的作品 漢代作品 那到了南北朝 梁朝的陶鴻井 他在真靈畏葉圖裡面 他試著把道教的神仙 加以區分排列他的等級 那麼鬼谷子他是在道教神仙裡面 第四階位是左衛的仙人 第四階位是以太上老君為主 太上老君是道教三清教主 是道教最高的天界 玉金山也是三清裡面 最受道教經养的神仙 那麼他是屬於道教三清境內的一個神仙 那麼三清境 鬼谷子是太清境的神仙 那麼他的在一般的神仙的界位 到底怎麼樣 那麼我們把道教的一些理論 再來談論 道教的有分 我們一般宗教分聖跟環 環就是一般人 聖就是修行以後有成果的 那麼道教把一些修行以後有成果的分為神跟仙 神呢是為善者為神 你只要生前對靈有功 死後就可以成神 成神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民間有很多的神 那這個為善然後還要再修行才能成仙 所以仙的位階在神之上 那神呢他有分 分什麼呢 分陽神跟陰神 陽神是什麼 陽神就是心地善良 生前有功於民的 這是陽神 陽神是什麼 陽神是生前有靈 這個陰神呢是死後有靈 生前他沒有什麼功於民 死後然後他能夠照顧一方 然後被一方所祭祀 這個就是陰神 陰神的來源其實我們可以往前推 推到周禮周朝時候禮祭裡面的祭祿 祭祿就是無祖的孤魂 這個祭祿的習俗一直被延成下來 在明朝他還有祭祿的習俗 那麼這個在台灣有很多什麼有應公 百姓公這個姑娘廟水仙廟 這些都是屬於陰神系統 那陰神如果他努力去修善 他一樣可以具備陽神的神格 譬如說台灣的客家人所信奉的義民廟 那麼他的神格幾乎是介於陽神陰神 已經由陰神慢慢的轉變成陽神的信仰了 那麼陽神他是這個像有功於民的 像台灣所示奉的岳輝文天祥 以及大自然對人類是有功像三神土地 這些都是屬於這個陽神系統 那仙是行善基德 令家修煉才可以成仙 那麼仙在這個道教的經典裡面 他可以分師姐仙、帝仙、天仙、灰仙、大樓、金仙等這些事 師姐仙是在陰間石墊裡面 掌管這些組長有職務的 地仙是飛行在海外石桌 三十六洞天七十二湖地 這屬於地仙 地仙沒有資格到三十二天去 必須到天仙、灰仙才能夠到三界三十二天 然後更往上的時候 才能夠到三清的大樓金仙 大樓金仙是 它是身上晃出金色光芒 已經能夠了偷生死 這個是道教最高級的神仙 那我們常常看金庸的小說 說你被這一掌打到以後 縱使大樓天仙也沒有辦法救你了 那表示說這個是最高境界的神仙 都沒有辦法救 就制定要完蛋了 這是這個道教的神仙系統 那神仙的接次可以從上到下 從下到上的歡呼滑 那麼最高境界是三清道主 是恩史天尊、玉城大道軍、太上老軍 三清底下是四玉 四玉的話是玉皇大帝 三清不管世的 那四玉才是真正掌管萬民萬物萬神 這是這樣的神奇 那四玉最主要是以玉皇大帝為主 然後天皇勾成大帝 只為大帝後土皇帝旗 所以四玉其實就是皇天後土 三個皇天一個後土 後土神 再來是五老 那這些都是這個道教的神仙接觸 那同情把這個鬼骨子歸類在三清晉太上老軍的屬下 所以他在道教來講 他是天界的大樓金仙 他是屬於天界的大樓金仙 那這個也有的道經裡面說 鬼骨子在人間所掌管的青城山 青城山是道教很有名的山 是張天師在那邊承道 這個戰勝大魔王 本來這個青城山是大魔王的 後來就在那邊承道的 那這個明朝的顧啟元認為青城山是屬於鬼骨子所管轄 那麼鬼骨子他所寫的道經 或者跟他相關的道經 有在正統道章裡面他有相當多種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再一一的把它練進去 這些都是在正統道章裡面可以看得到 唐朝的王賢禾裡面 他也曾經有一段記載說 老子七出寒古關這是史記的記載 到哪裡去史記沒有說 但是後來的道經裡面說 老子他是到了西方去畫湖 然後去教化湖人 當時跟隨著去的有鬼骨子 老子畫湖經在歷史上 他是一個比較爭議性的東西 那我有一段很長文章去考證這個東西 因為不適合在這邊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跳過去 我們來介紹幾本跟鬼骨子著作相關的 是鬼骨子天隨靈文 這本書是以葫蘆為主 有隱形長線形 有驅神入世超脫生死 脫胎換虎 煞鬥成兵斬草為馬驅翼靈軌等等 那麼各位看到這些 這個經裡面包含的術法 就會聯想到 為什麼小說非常喜歡找上鬼骨子 然後把很多的這個 中國的那一些降臨啊 名人啊 義士啊 都說成是鬼骨子的隨聲 因為這個 我們像薛丁山環梨寬 疑山倒海 散鬥成兵 斬草為馬 這些內容 其實就是在道經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用符用作 然後 加上不剛怕朵 然後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另外有一個 是跟這個 鬼骨子非常有關係 同時在民間廣為流傳的 就是白元道天書 白元道天書呢 是鬼骨子的學生孫斌 孫斌呢 因為鬼骨子 他是神仙 那麼他所種的 香桃園 很難得要成熟了 他就派 孫斌去看守 香桃園 那這個 另外有一個 看守天書洞的一個白元 那個白元呢 他是九天玄女 教他建樹 然後他看守天書 他的母親生病 他去到這個 孫斌的看守的 仙桃園去想要去 盜取這個仙桃 去治他母親的病 沒有想到被這個孫斌抓個正著 孫斌當然要處罰他 那這個白元呢 就把他為什麼要到仙桃的理由 告訴孫斌 孫斌很同情他 就放了他 也把仙桃給了他 那這個白元呢 對孫斌非常的感激 因此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監守治道 他把他所看管的天書 倒出來送給了孫斌 因此孫斌他看的天書 這個天書是沒有治的 看完了以後 他整個法術能夠大為精進 那這段 這個 這段孫斌跟白元的故事 在道經裡面 很多本道經都談到 比如說 太上六任民見殷壺經 太上動神玄妙白元真經等 那這個第一本 太上六任民見殷壺經 各位可能聽過 齊門遁甲 齊門遁甲就是 藉由荒衛 藉由物質的 現場物質的東西 你可以來隱形現行 可以來 避凶趨吉 那這是屬於齊門遁甲 方面的術法 那這本書就記載這些東西 齊門遁甲基本上在民間 還有人在傳 可是真正會使用的 應該大概已經很少看到了 這個 剛才講的那一本 就是他的一段這段故事 後來到了元朝的時候 羅冠宗把他編入三碎平腰傳 然後這個 洪夢龍也把他加以這個改編成 四十卷的平腰傳 那羅冠宗跟洪夢龍的文筆都是相當的好 羅冠宗是三國演藝的作者 洪夢龍呢是明朝很有名的 他寫過很多的這個小說 憑藉他們的這些很感人的文筆 所以白元道天書 孫病跟龐軒杜華的這些事蹟 就在民間廣為流傳 那這個明朝的有人撰寫 前後七國志等等這些 大部分都可以看到 看到這個孫病故事 就是他跟白元的關係的這些延續 然後再來介紹到明朝的劉伯溫 劉伯溫跟鬼谷子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劉伯溫在他曾經撰寫一本 白元金風雨沾火 這本金收入在宿庫全書裡面 然後這本金也簡稱白元金 那這裡面劉伯溫 他跟白元有一段故事 也就是說劉伯溫在還沒有 在青年時期的時候 他在青田的一個石洞裡面讀書 那個地方跟白元的這個洞很接近 白元也把天書給了劉伯溫看 所以劉伯溫他變成了明朝 這個明太祖朱元璋 非常重要的一個抹城幫他打下天下 所以朱元璋的劉伯溫的這個事情 他跟鬼谷子也有密切的關係 那麼再來 因為時間很緊迫 那麼我就介紹 鬼谷子他的名字 他本來姓王 叫王許王立 就是沒有稱他為王禪老祖的 那什麼時候才開始被稱為王禪老祖 那是到了清代的小說家 他譬如說這個薛丁山珍稀 劍風春秋等等 這些小說裡面薛丁山 然後這個環梨花 鬥一虎秦漢 然後甚至把這個送中時代的忽延禁 狄青都變成了鬼谷子的學生 然後這時候鬼谷子的稱呼就是王禪老祖 那因為這些小說的盛行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都知道王禪老祖 老祖就是鬼谷子 謝謝各位 謝謝蕭教授 我想我們鬼谷子跟儒家 鬼谷子跟佛教跟道教 他們都非常深入地研究 然後發現我以為到來 我現在只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要修成 不是成仙啊 我們要成聖了 成聖 那我住在鄭大的附近 台北動物園的附近 那動物園捷運站蓋起來以後 保留了一個小的這個土地公廟 那我只記得上頭的兩句話 福爾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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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正 福爾無師 名稱正 德西有顯 顯靈的顯 有顯 世代神 所以說福德正神 祝福大家都成神 謝謝各位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今天下午結束以後 還要趕到台中市 比較遠的地方 去參加師父的一個圓滿宴 如果你這個時候能夠撐得過去的話 那麼晚上的飯一定會吃得很開心 我們就謝謝各位大家的包涵 也希望能夠配合我們大家安排的活動 我們現在第一位下午常要跟各位主論的 這是我們蘇州無敵國異古文化研究會 因為現在會長佔缺 所以副會長兼秘書長王浦旭 他要跟各位報告的 他是非常在行的 他剛剛告訴我 這個地方他已經十七年 他幾乎每年都會到這個地方 十七年了 所以可見呢 他是多麼專情 我們現在請浦旭謝謝 師父 主持人楊院長王教授 我的同行 還有各位同門的師兄師姐們 下午好 好 我今天論述的題目呢 是鬼谷智慧與有效溝通 我十七年來啊 跟隨師父 同時也在楊院長的這個 教會下 那麼逐步地來了解 什麼叫有效溝通 剛才楊院長的開場白呢 為我後面的有效溝通 起到很大作用 因為我參加過很多的論壇 尤其是這個經濟方面的論壇 講到下午的時候 如果再出數據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催眠的過程 很枯燥 所以下午第一個演講的時候壓力很大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事情就是 在同樣的這個場地 在2002年的時候 師父命令我 要把中國鬼谷研究會的房會長 搞到台灣來 師父在這個上面說得很清楚說 你這個王普旭把房會長空降到台灣 當時房會長是在國防大學 但是為了慶祝我們台灣的鬼谷文化學會成立 我跟房會長到這兒來做第一次的交流 可以想像17年前的我 有多麼的稚嫩 經過這樣的一個大熔爐 這樣的一個大家庭 一個中門的熏陶與培養 然後有機會呢 每一次都能站在這樣的一個講台上 跟大家分享我的進步 其實每一次分享也是每一次的學習的過程 剛才我看到我們這個祭祭大和尚在講的時候 祭祠大和尚在講的時候 這個我很受感觸 這個每一次我也能夠看到這個法師的身影 帶來這麼多信眾 我們作為無地鬼谷研究會 是一個年輕的文化研究機構 我們在定位上定得很準 我們無地沒有鬼谷的遺跡 沒有研究鬼谷的考古方面的專家 我們唯一有的就是践行鬼谷智慧 從我們創建以來 今年是第四周年 我們每一周年的時候都有我們的主題 都有我們主要的論述 而且在每一年的時候 我們也有推出不停的活動 這張第一張照片 我今天的演講會多一些圖片 因為圖片比數字更能夠引起人的注意 會不困 這一張照片呢我特別欣賞 因為我們第一次無地鬼谷大講堂的時候 是師父幫我們接幕的 也是做的第一講 剛才這個劉會長在講的時候 總結了幾個關於鬼谷方面的這個維度 那麼其中呢我們很感興趣的 就是三個我們能做的 一個就是教育 我們無地鬼谷成立了 無地鬼谷大講堂 在每一年的時候 我們有請到佛教的 道教的 包括中國的中央黨校的 戲劇學院的 畫家 詩人 書法家 給我們無地鬼谷大講堂做演講 交流 第二個 就是從養生方面 在我們成立了四周年的時候呢 我們師父又幫我們接幕了 無地鬼谷養生堂 那我們也將在今後的過程當中呢 在養生方面呢 發揮鬼谷子這方面的專長 再有一個就是我今天要演講的一個題目 就是鬼谷智慧與有效溝通 我們講溝通 其實溝通很簡單 溝通就是從簡單的打招呼開始 剛才我一句師兄師姐下午好 我得到的也是一個下午好 如果我換一句話 可能沒有那麼多回應 同志們 可能沒有回應 所以什麼叫有效溝通 以前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也不習慣說午安 我們大部分都說晚安 所以房老師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也學了很多很多的台灣的詞彙 那麼今天我在用午餐的時候呢 我們同行的也有在說 開始兩位台灣的老師在講課的時候 我們是有點聽不懂 但是講到第三位的時候 我們就聽懂了 說明有效了 溝通就得要互動 這張照片就是我在02年的時候 可能在座的師兄師姐們知道這個背景是啥 什麼地方 這是我2002年來的時候 師父帶我去看台中道場的那個臨時建築 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公棚 今天我們來的 還看不見是嗎 沒關係 我講 我來講 我來講 這個 我講下一張 昨天的時候啊 我們去參觀疫情大學 有一個張院長 張院長也是我在2002年的時候就認識了 當時師父帶我到他們家的那個咖啡廳 就像一個圓林一樣的咖啡廳 當時他說這個是師父受益他做這樣的一個圓林的咖啡廳 他昨天的時候給我們的團隊啊 我們的疫情人去講這個疫情大學 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就提出一句話 我說我插您一句話 我們 我記得我在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參觀了當時我認為可能是整個華人地區 您第一家的圓林式的咖啡廳 給我印象特別深 結果就是這一句話 我換來了我們一個大巴車的人免費咖啡 張院長請我們到他們家喝咖啡 而且這個咖啡喝得有意義啊 因為昨天是休息 他又專門請來了他休息當中的一個姑娘來幫我們泡咖啡 之後張院長教了我另外的一個本事 他說他在電台裡面主持過六年的 講這個圓林的這個節目 他說他記憶猶心的是一個給盲人去講 圓林 我記得當時的那個場景 他說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實際上你可以聞到 可以感覺到圓林是什麼 你可以聽到 那個不同的顏色的展現 這個時候才叫有效的溝通 有效的溝通 才能夠起到溝通心靈的這個作用 所以不要忽略了那個簡單的打招呼 任何一句的招呼 都給你帶來受益 比如我們在機組大典的時候 我們第一排做了很多嘉賓 我每一次有幸都被師父安排的第一排 我是最年輕的一個 但是那些嘉賓經常會有忌妒的眼光看我 因為我總有一杯茶或者是一杯咖啡 就是因為我每一次到的時候都會跟公師姐打招呼 公師姐就偷偷把師父的茶斷給我一碗 謝謝公師姐 當然溝通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要從心開始 我們這樣用心地去體驗 用心地去交朋友 才有這樣的一個好的結果 什麼叫用心 今天早些時候師父也講過 我們的心有動了 我記得在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在台中道場 有一位台灣的學者講 大陸的漢字出現問題了 這個愛中間沒有心 確實是 這愛中間沒有心 有動了嗎 有動了 確實是 我們如何去溝通 真的是要用心的 表面上的不行 要用心的話 才能夠產生互相的信任 王普旭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 很多人見我都這麼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福德 跟師父能夠成為師徒的關係 也有這樣的機會 在師父有一次生病的時候 在北京 師父是糖尿病的病發症 因為我母親是醫生 所以我有一點點知識 師父被我安排到醫院急診室 我記得在師父打點滴的時候 我在師父的床旁邊坐著 因為林師兄安排我說 你要陪師父一會兒 我在這陪著 師父睡醒了以後 回頭看到 是普序啊 我說是我啊師父 我現在還記住的那一句話 我覺得是跟師父的有效溝通 我說師父 您可得要特別小心 您的健康關係到整個的宗門 師父跟我點點頭 我覺得這一句話 特別特別的很有效的溝通 師父待了一會兒就跟我說 你把曾師兄叫進來 結果曾師兄就進來了 然後師父說 那你就叫醫院的人 要安排擔駕 到機場去接我 師父就從北京回到台灣那一次的時候 就很病得很嚴重 但是呢得到了及時的治療 我覺得我特別有幸 我能夠在關鍵的時候 跟師父有一個特別到位的溝通 奠定了我以後有信心去跟各行各業的人去溝通 當然也是師父和林師兄給了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親近師父 謝謝 謝謝 當然普續在過去一段經歷當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溝通 照片當中有三個國家的總理 有一位是總統 上面這位是匈牙利的總理 左邊這位是哥斯達利家的總統 旁邊那個是伯利斯的總統 下面這兩位在我去訪問他們國家的時候呢 他們還沒有跟中國尖叫 我記得也是一個有效的溝通 開始了我與他們之間的一個交流 我跟他說 我是一個加拿大籍的華人 當時這個總統好像榮世重負 因爲什麼呢 後來我才知道 當時哥斯達利家的外交部是由我們台灣開工資的 所以當時跟中國的企業家在接觸的時候 他們稍微的有一點點顧忌 所以當你溝通的時候 你的第一句問候或者是你的第一句表白 就能把後面的話題很容易地展開 不要給自己故意地設計一個障礙 就像我們北京人啊 以前的時候見面不管在什麼地方 他都會問你一句話 吃了嗎 就有人開我們的玩笑 因為我們在廁所門口見到的時候也會問 吃了 但是那個是在一個特定的背景之下產生的 因為我小的時候那個年代啊 吃飯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是吃飽了的話 什麼都好談 沒吃飽這個事情談不下去 最近我剛剛從北京來的時候呢 我們董事局開會 就約我說你11點鐘過來開會 我說你改到1點半嘛 我說為什麼 我不想中午跟你們一起吃飯 所以現在在北京啊 很少有人問這話 你要再問我吃沒吃 你是害我 所以我們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呢 第一句打招呼 第一句的話 能夠奠定你是不是能夠 跟他平等的 親切的 再進一步地產生 溝通的可能性 這下面是另一些 關於政客方面的溝通 我從23歲的時候 就留學加拿大了 在我在加拿大奮鬥了8年以後 我有幸被加拿大的訪問團隊 選中成優秀的企業家 回訪中國 但是聽起來有點可笑 但是我就陪同加拿大的總理去訪問中國 當然這也是因為跟加拿大的政府 和官員之間產生了一種信任 你才有這種可能性 這也是一些交流的照片 那麼我第三點要講 溝通 實際上最重要的一點 是要從傾聽開始 不管是你有效的還是無效的 那個聽者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我這本今天的會議守則裡面 我寫了一個短文 我總結出一句話 說者是為聽者而設的藝術 你說什麼沒關係 但是是不是灌到對方的耳朵裡 聽到了 所以我引用卡內基的一句話 注意傾聽正是我們對講者的最大的恭威 專注別人眼前跟你談話的那個人 這是對那個人最大的奉承 所以我今天呢 這個 也用這句話呢 來結束我的演講 今天我的演講 都是因為各位師兄師姐們和我的同道 同修們呢 認真的傾聽 才成就了普序 感謝大家認真的傾聽 謝謝 謝謝 前天晚上 我們離開 記主大典的會場 趕到林口的一家餐廳 用餐 我們 時間上有一點稍微 耽擱了 普序 還沒到 原來他是去機場 接 黃偉平 黃院長 結果你知道他們兩個怎麼溝通嗎 我們 吃好了 他們才到 到了以後 他們重新點菜 點的比我們吃的要好 不但這樣子 我們小羅 跟我宣耀 五十八度的 五十八度的 跑到哪里去 車上去找了一瓶 說什麼時候特別保留在車上 藏在車上的五十八度的 他們兩個呢 就自己喝幾酒來 其他的人都沒有得喝 他們兩個是說 再分的話 喝酒就沒意思了 因為 黃院長說 酒是要喝醉的 不喝醉的話喝什麼酒呢 所以他們 有效的溝通 所以我們都很服務了他們兩位 我們謝謝 王普序他很多地方 他都很靈活 非常的火 而且是彈性也很大 非常的難得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請張處長 張處長在我們法獎師 他是負責私訓處 是培訓 培訓處 他平常也都在 指導也在要求 我們 同修怎麼樣子能夠成長 怎麼能夠成就自己 而是特別請 台灣的代表 這次 參加論文寫作的 做一個心得報告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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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河的勇气不再见 祈求彼岸我们几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